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不要用这样的现代工艺品来诋毁四爷 也就是雍正皇帝的审美观 大家都知道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的 具有非常高雅的审美观的一位皇帝 他在自己的审美世界里 无论是追求气形的精美 还是绘画的精美方面 在历史上是无人出气诱的 因此呢 他这一朝虽然只有13年 但是在瓷器的制造上 甚至于在于其他的一些工艺品的制造上 是精益求精的 但是呢 由于他的这个历史呢 比较短 只有短短的13年执政时期 因此呢 后世呢 对他的了解比较少 而乾隆时期呢 号称他的功最好 其实他这些功呢 都是继承了雍正时期的一些功的 这个所谓工匠的技法 以及由于乾隆皇帝在位时间比较长 所出现的产品就更多 因此呢 更多 大家呢 就更容易去推崇乾隆功 但是实际上 这都是继承于他的父亲 那么雍正皇帝的审美是非常好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 他无论是哪种器物都是非常棒 但是现在呢 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这样子 冒充是雍正皇帝时期的 无论是坟采 法郎采 清华 斗采 真的是亵渎了 贬低了雍正皇帝的审美观 因为他无论是从色色上 还是从文士的安排上 还有绘画上 都是非常的差 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地区怎么说 反正我们这个北方有的时候说这个就是很垮 就很土的意思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为画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 再见